我講懶人燉湯 很簡單地做燉湯 燉湯有什麼特色呢? 並不是材料 有一個大鍋 裡面有小個小瓶 這些是在光芽舖裡 即是雜貨舖 我不知道現在叫什麼舖 有蓋子 一個大鍋可以放4小時 就可以一家四口就喝了 不同的人喝的材料不同 但是一次過就完成了 不錯 有時候燉湯一大鍋 裡面的東西可能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喝 首先我先出水 我這次是一些豬腱 有時候你不想太胖 或者不想清淡一點 就全瘦肉 等水滾 差不多大滾 那時候我先放 另一邊就準備了 這個鍋裡面 隔了水 有個蒸架 放了4個燉湯 我已經放了一半的 白開水 即是煮滾了的水 但這些可以放涼 就算是熱 不要太熱就可以了 我準備的材料 譬如 今天我準備的材料 就是這些小乾淨 鱷魚肉 曬乾了鱷魚肉 如果是漂亮的 是不會腥的 我會放在這裡 這個就是給我媽媽喝的 因為它有點咳 有點淡 我會放一些陳皮 策略的 不需要很專業的 總之 接著我會放川沛 川沛不要放太多 川沛 不會放太多 如果放太多的話 就會苦 最重要是喝一口湯 潤一下喉 我會放一個茶筋 不要太多 真的會苦 川沛 最好是藍不肯 不過藍不肯 我用完 所以我今天就沒放了 另外一個就是放我自己 要補一點 潤一點 我會放北騎 檔心也用完 我免得放了 紅棗 龍眼玉 紅棗 甚至多一點都可以 主要都是我喝的 也會放少許陳皮 不需要太多 淮山 已經浸了 這些是曬乾淮山 不會有一層粉 所以不用浸太久 我通常用一半就放下去 淮山一次過 另外一些都會放淮山 除了這個 主要是針對喉嚨 下藥了 其他一些我都會放多一點 這個我準備放在其身 這個我準備放三七 所以三七有點苦 所以我會放一點陳皮 好了說回這裡 差不多 滾了 那我就放下去 它是水的 大大小小 有的太大 如果太大的話 燉粥可能會放不下 那我就會用剪刀 剪回 細大一點 用刀剪回小一點 快些鍋子 用刀剪到 煮一點 就讓它就會炒 拿出水 讓他拌熬 這湯就沒太多 不太粗 豬肉味 在此同時,我先生和爸爸喝的就是花旗參 其實就是花旗參,瘦肉,少許陳皮 喝得苦的,我們會多放少許 切片的花旗參 現在已經滾了,你看到有些泡,我們會關火 花旗參,瘦肉,陳皮,少許龍眼肉,不需要太多 另外這個呢,這個就完成了 我稍後再說,這個我會放三七 三七是什麼呢? 我就知道,對小朋友增高一點 骨頭,有少許甘甘寬 我覺得味道有點像花旗參 所以,都是有點苦的 小朋友又怕喝這麼苦的食物 所以我就會多放一點 龍眼肉 在這時候,我就會夾了瘦肉 小朋友怕苦一點,我就會多放一點肉 甜一點 我就會倒些水下去 倒到八分滿 不會多太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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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 有時候,我會瘦肉 拿一片淮山 覺得已經很好喝 純粹每天 一個星期,一兩次湯 給小朋友喝 這個就是 我自己會放 鱷魚肉 川配,如果有力淡白痕 更好 瘦肉 這個就是我純粹補血 就是 北齊 紅棗 瘦肉 淮山 少少龍眼肉 這個就是三七 給小朋友喝 讓小朋友喝 骨骼醬得更好 就是 淮山 三七 龍眼肉 因為是苦的 所以拿龍眼肉 這個就是 清熱的 就是 花旗參 淮山 因為可以吃 因為 其實瘦肉 燉了那麼久 比較粗 不是每個人都會喜歡吃 放好 很簡單 放好 就蓋上蓋子 我不會放鹽 我會燉好才放鹽 這個小朋友喝 我就會打開 標誌 爸爸喝就是這個 這個我喝 我會記得每個有不同標誌 隨時拿出來 我會開 大火 煮 滾了之後 煮大火 滾了之後 我會轉小火 教時間 兩個小時 就可以喝 有時候你可以長一點 兩個半小時 我覺得這些很彈性 必須要有足夠的水分 多一點都可以 而且 一定要 那些水是碰到那個燉鐘 不是蒸 要燉 所以水分可以高 多一點 就是這麼多 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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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點 要有 那 是 我們